轟炸机呼啸而过 投下的炸弹在地面炸出巨大火光 伴随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震撼力十足 防空洞化身穹顶巨场 用投影搭配防空洞两侧壁面 拼接出战争场景 重现二战期间 台湾民族躲空袭时 紧张恐惧的氛围 另外戴上VR头盔 还能变身战斗机飞行员 体验当年国军战斗机的飞行 让眷村子弟怀念不已 转弯的时候它飞得很低 我们就看了上面那个 是看不到是谁 但是它会跟下面找到手 考究这个通讯设备 让民众可以亲自操作 这时候民众就会化身成 这个驾驶员 云林虎伟建国眷村 抗战期间是日本在台军事基地 经过整修 老旧眷村摇身一变成为完美景点 藉由剧场和VR体验 民众感受战争的氛围 也更了解和平的可贵 在开 precisely 关boy 民众 感谢观看